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 在节目开始前,欢迎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啦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咖啡会员 来继续帮助我们的事工继续运转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左派跟右派一直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职上征战 目前为止看来,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 Katanji Brown Jackson的任命看来是必然的结果 只要在参议院投票超过50票 他就可以当选了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 在参议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人数各占50 还有一票在贺锦丽的手里 也就是说,只要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投票给他 再加上贺锦丽的票数,一共51票 那么这位女士就可以直接通过任命了 很多人在问,民主党那边不是有个人叫Joe Manchin吗? 他脑筋好像有的时候还挺清楚的 那么他那边是什么情况呢? Joe Manchin已经给出了一份书面声明 他说,他相信这个Jackson法官是非常合格的 并且具有担任我们国家下一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必要性情 很明显,他脑筋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很清楚 他这个意思就是他会投票给他 那么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不出什么意外,Jackson在参议院就能够得到51票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接下来也只是时间和流程的问题 那么在上周的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 大法官这个职位是终身制的 而且他们做出的决定是密切关系着国家发展方向的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谁都想把和自己政治倾向一样的人塞到最高法院里 但是同样也有人想要把和自己政治倾向不同的绊脚石 从最高法院踢出去 保守派大法官Claris Thomas一直是川普在最高法院最坚定的捍卫者 在2021年2月份 当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多个关于2020年大选争议的诉讼案的时候 当其他的大法官都拒绝听取宾州共和党人提出取消不合法邮寄选票资格的案件的时候 Claris Thomas撰写了一份书面异议,提出反对 在今年1月份,他也是唯一一个反对公布有关1月6号国会山庄记录的大法官 他现在面临着来自左派的指控 包括左派的媒体以及民主党的众议员AOC Mandre Jones,Ehan Olmers 这些人都呼吁让这一位大法官从法院下台 那么在面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期都是终身制的情况下 除了他们自己自愿请辞以外 想要把他们搞下来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罢免 那么左派想要煽动罢免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他的老婆 对,你没听错 要罢免他,原因是因为他的老婆 Claris Thomas的老婆叫做Virginia Ginny Thomas 是一名律师和保守派的活动家 在2020年大选欺诈发生了之后 他对于整个选举的情况非常的着急 于是他就给川普当时的白宫幕僚长梅多斯 Mark Meadows发送了一系列的简讯 那简讯里面的主要内容就是 他希望梅多斯能够帮助川普推翻选举结果 恢复美国的公义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来看几条简讯 他在简讯里面是这么说的 帮助这位伟大的总统坚定的站稳 Mark 你是领袖和他一起站在美国宪法制度的悬崖边 大多数人都知道 拜登和左派正在试图进行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抢劫 在另一条信息里面 他还写道说 我不相信美国人会接受这种明显的欺诈 再做一件事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后果 我们就这么向那些希望拜登当选的人屈服吗 我们中的许多人无法继续忍受共和党的不作为了 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在11月24号给Virginia Thomas回复的短信里面写道 这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 在万王之王获胜之前 邪恶总是看起来像胜利者 行善不可丧志 战斗仍在继续 我把我的职业生涯压在这上面 至少我在华盛顿的时间是这样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从这些短信里面看出来 Virginia Thomas说的非常对 大选就是被窃取的 他给他认识的人发信息 希望他能够为这场大选来做点什么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在知道民主党的势力在操纵这一切的情况下 他的做法是很有勇气 而且是冒着风险的 他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要维护自己 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该得到的尊重 那就是大选应该是公平的 应该是拒绝一切的偷窃 以及不合法的行为的 那么现在左派抓住了他发的这些短信 并且说因为他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妻子 还亲身参与到推翻合法政权的活动里面 Thomas大法官竟然对这些案件都没有回避 他在最高法院这么维护川普 都是因为他老婆的关系 所以他应该被罢免下台 因为他没有公正的处理案件 Well this is ugly This is really ugly We have ethics committees in Congress where you have to judge other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they have successfully run people out of Congress for ethics violations I'm telling you the Supreme Court better wake up here because if there aren't people in front of Congress with their hands in the air swearing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this escapade and what's going on with Jenny Thomas then we really do not have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in our government that we need to have But for those who say that this is hands off of Clarence Thomas this is all about his wife and her free speech let me say this this isn't free speech free speech ends when you're starting to strategize a coup attempt when you're knowingly trying to overturn a legitimate election when you have the influence of the last name Thomas because the last name Smith or Gonzalez or anything else would never have gotten through to Mark Meadows and imagine yourself in Mark Meadows position you are now thinking two and three steps ahead someday I might have to testify about how he responded to these election results someda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have to explain himself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upset Mrs. Thomas so I'm going to give her an audience I'm going to try to appease her because I'm thinking two and three steps ahead about things going to the Supreme Court that might impact me and guess what it did they are going about Clarence Thomas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很明显 都是左派的借口 Thomas大法官是最高法院里面 最敢按照事实来发表意见的人 按照事实说话 采取公正的判决 是左派最厌恶的事情 尤其是在2020年大选的事情上 所以他们呼吁 要罢免他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保守派 他的老婆也是一个保守派 他们是拥有保守价值观的正常人 想想 如果Thomas的老婆是左派 偏偏呼吁堕胎女权 他老公也是在最高法院投票 支持堕胎的 那么左派还会说 因为他老婆牵扯政治太多 所以导致Thomas法官 在裁决的时候判断失误吗 肯定不会啊 因为那样的话 就是符合左派的进程啊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符合左派的利益 所以他们就要找一个方法 把它弄下去 如果你想问这些短信 是怎么会被泄露出来的呢 为什么会被报道出来呢 这个就关系到 为了1月6号国会山庄的事件 白宫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项调查组 而左派利用这个专项调查组的名义 去调查要求相关人士交出一切的资料 而刚才我们读到的他们这些短信的内容 都是由这一位前白宫幕僚长提交的文件交上去的 大法官的妻子的政治观点 可以成为弹劾大法官的条件吗 左派真的可以用这么夸张的手段 去罢免一个他们想要提出的绊脚石吗 这一切的事情 左派真的能够做到吗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位大法官有没有可能会被左派罢免掉 首先我们就来看到法官的弹劾程序 想要弹劾 第一步是要先定罪 在美国联邦宪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中说到 合众国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所有文官 因叛国贿赂或其他严重犯罪和轻罪而遭弹劾 并被判定有罪时应予以免职 宪法的条款里面写的是 叛国贿赂或者是其他严重的犯罪和轻罪 在这些情况下被判有罪的时候是要被免职的 这里面写的比较模糊 严重犯罪和轻罪 具体指的到底是什么 迄今为止 对于这两个定义 美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 都没有一个精准一致的说法 那么到底怎么能定罪呢 定罪到底由谁来定呢 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众议院应选举该院议长和其他官员 并且独自享有弹劾权 第一条第三款说 参议院享有审理一切弹劾案的权权 无论何人非经出席参议员三分之二人数同意 不得被定罪 所以在这些宪法条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 对于法官的弹劾是由众议院提出 由参议院审理最后需要经过参议院在场的三分之二的人 投票通过才能够定罪 而且宪法赋予了众议院作为唯一一个可以启动弹劾程序的机构 是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发动弹劾 所以目前针对左派在叫嚣的要发动弹劾 大法官Thomas是不是有可能的呢 的确是有这个可能 因为现在的国会众议院里面 民主党人有222个 共和党人有210个 所以只要左派可以找到一个理由 可以在法律上面找到一个罪名套上去的话 那么就可以启动弹劾程序 那么启动弹劾程序之后 他真正被弹劾掉的几率高吗 不高 因为就算众议院提出了弹劾 到了参议院也得有到场的三分之二的人投票通过 才能够被定罪 除非投票那天共和党人都没去 不然的话被投票定罪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但是从左派之前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来看 弹劾案虽然不一定成功 但是这东西就像苍蝇一样 它不咬人恶心人 会对当事人造成很大的烦恼和影响 那么左派有没有丧心病狂到随便就要安一个罪名就启动弹劾呢 我不知道 但是很有可能 针对现在所有的左派的媒体以及众议员对Virginia Thomas的攻击 可谓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Virginia Thomas并没有做错任何事 她非常有勇气 对的事情就是要坚持 邪恶的事情就是要被揭露 不管有多少人反对 不要害怕 努力去做 如果不能够坚定自己的立场 事情来了马上就变成墙头草 要不然就默不作声 要不然马上就要改变风向的话 就会像下面这位州长一样难堪 犹他州的共和党州长 Spencer Cox 之前否决了一个递到他桌子上的提案 这个提案说的是 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 这一类的新闻我们最近看了太多了 很多变性人 就是男人了 在男子运动那边排名非常差 结果利用变性人的身份 用女人的身份 靠着自己男人的先天身体优势 打败了苦练多年的女运动员 女子运动和女性运动员需要我们来保护 男人女人这种基本常识 更需要我们来保护 但是犹他州的立法者 这样一份法律 被这个想要跟着左派进步思想 一起走的共和党州长否决了 本来这个法案就得到了多数议员的支持 但是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门槛 那么在被州长否决了之后 法案的支持者们迅速开始行动起来 成功的拉拢到了十名共和党众议员 和五名共和党的参议员 一起来支持这个法案 这样人数一下就达到了三分之二的要求 他们就成功的推翻了州长的否决权 新法案即将在7月1号正式开始生效 来 让我们为犹他州的立法者鼓掌一分钟 这不是保守派的领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吗 反而现在脸被打得火拉拉的应该是犹他州的州长吧 他为了迎合左派的意识形态 为了受到人的支持和喜爱 还特别把自己推特的简介栏里面 写上了自己的性别代词 是he和him 在他的否决立法被推翻了之后 他又灰溜溜的把推特简介栏里面的性别代词给删掉了 这是什么行为 他真的分不清男人跟女人吗 他真的不知道变性人会摧毁女子的运动比赛吗 他都知道 但是他没有坚持他的基本常识 他没有为了保护犹他州的人民而做出正确的举动 反而是被左派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 继续做正确的事情 坚定信仰 不要因为想要得到人的掌声 人的认可 就去做一些自己都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 想要故意的去讨好人 也不要因为受到逼迫就放弃自己的信念 芬兰议会的议员拜一维莱塞宁 因为2019年发布的一条推文 被警方开始调查 原因是在2019年的时候 他所在的教会宣布要赞助2019年的同性恋游行组织 针对这件事情 他发布推特引用了圣经罗马书一章的经文 罗马书一章26到27节是这么说的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用这一段经文明确的表示了 圣经中对同性恋行为的禁止 就是因为他在推特上发布了这样一个经文 芬兰的警方以仇恨言论的理由 对他展开了将近三年的调查 但是他没有退缩 因为他知道神的话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事实 事实不会因为人不喜欢听而改变 他发布圣经的观点 这是他的言论自由 在三年中他经历了多次的刑事指控 以及多次警察长时间的审讯之后 昨天赫尔辛基芬兰法院驳回了对他所有的指控 维护了他的言论自由权 在一致的裁决中 检方被勒令支付超过6万欧元的法律费用 坚持真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坚定去做的事情 而且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不管大法官Thomas和他的太太遭受到了多少的攻击和诽谤 他们都在坚持做对的事情 他们在说实话 他们在为了自己能做到的一份而努力 芬兰的议员贝依维·莱塞宁 因为发布了圣经中对同性性行为的观点 所以无端的遭到三年的调查 但是他没有退缩 也在坚持圣经的真理和价值观 川普的幕僚长Mark Meadows 在发给Ginnie Thomas的短信中说了一句话 行善不可丧志 这句话是来自于加拉泰书6章的第9节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仇敌想要我们的就是灰心 但是神在这里鼓励我们 不可丧志 不要失去信心 要坚持圣经的价值观 要坚持做对的事情 就像犹他州的过河党州长一样 他真的分不清男女吗 我想不是的 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迷失了自己 他可能更想要获得人的肯定 更想要获得人的掌声 他觉得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可以获得大家对他的认可 对他政治的道路 政治的前途有帮助 但是他以为的只是他以为的 当有一天他为了迎合左派的政治目的 为了迎合左派洗脑的意识形态 连基本的道德 基本的认知标准都放弃的时候 他在帮助这个世界更加的远离神 他也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掌声 只有跟随耶稣 持守真理 才是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在节目的最后 感谢一直支持我们的赞助商和合作伙伴 各位可以在下面的信息栏的位置找到这些基督徒保守派的企业 用他们的产品来代替你平时会购买左派公司的产品 最安全的支架由 高多护肤品买ID 最时尚品质最好的服装 还有基督徒的媒体频道神奇传播 统统都在下面的资讯栏中 购买他们的产品 不仅可以帮助到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也可以帮助到AI news 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好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